还真正M炮插混车的正确方式 其实人类包括个人 都是世间长河中的一粒浮沉 就像我刚才推去的 非常有可能是贺兰山脚下 明长城上的灰尘 但今天我们开着一辆 插电式混动的豪华SUV 重新体验了这样的一条道路 刷新了我对这个细分市场 车辆的认知 人家说奥特哥又在吹口子了 这个路有什么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辆XM 标配的是一个23英寸轮胎 前面轮胎的厚度是35 而后面的轮胎只有30 以这样的高性能的公路胎 来走一段虎客之路 这样的经历一定不多 但是我知道它的条件就是 make bigger money 你看其实这个现在 我们祖国的这个国内的一个市场 其实在这种长缓车型 以及纯电车型 真正的这种200万以上的车型 还真的不是有太多的 让大家一说都能记住的 哇 800牛米的这种 X big money 在这样的一个碎势路上了 我觉得要 要我们的整个脚非常的细利 去让它释放动力才行 但是电子系统的确能够帮我们 帮到90% 但是可能有10% 真的还是需要你的驾驶经验 和你的脚尖上的控制 因为那个我和史蒂芬打了个赌 就是如果谁把轮胎弄出状况 就一瓶红酒 但是我的确是开车不喝酒的人 所以 哦 李路呀 我那个看到路上 放一片片的 锐利的石块 就像一瓶瓶的红酒在路上 抬裂一样 又躲平 又躲过一瓶红酒 原本以为 它的 在中低速的这种油门的吸力控制上面 我会稍微多用点心 但是真的没有想到 其实在这种低速的时候 BMW宝马的这一套插混系统的易控制性 那个扭矩啊 完全和你的大脚趾用一点力 和松一点力 那种完全的联动啊 那种细利程度 我觉得我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刚才那个是汽车 那个归属地的意思吗 那些车我都买过 这个XM呢 我们这个配置的 Big Money 本来是自带做点 按摩和腰靠按摩的 但是在这个虎克之路上 现在开起来 你不开启这个功能 你就感觉随时在被 被动的被地球按摩 全国都能开 全国都好开 诶 突然走到这个虎克之路啊 让我想起这个有一个梗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些 优秀的 民族的 骄傲的自驾系统 在这样的虎克之路上能不能开呢 这个留给各位网友和观众去 讨论吧 这样的路上 XM居然能够启动自动跟车的功能 虽然没有车道线可以识别 但是整个跟车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段虎克之路跑下来 我们开始还很担心 空气悬挂怎么样 但是定睛一看 更结实的 刚堂皇在这个上面 的确让人非常的放心 但是总体的驾驶的感觉 虽然非常担心 超薄扁平比的轮胎 但是整个XM悬挂的行程 我们觉得还不是那么 风的那么样 在一些路面上 还是有一个有效的延伸 当然这个不会去跟 纯偏向于off-road的车型来比 但是这样车在 应付这样的off-road 轻off-road的时候 我觉得完全没有 什么样的一个阻力 你看我也没有喝红酒 当我同时看到大大的M标 It's not only money It's M-power 和橙色的电线 同时出现在机舱的时候 我就觉得宝马又把我们 引领到了这个新的时代 这种混动车型给我了一种全新的感觉 就是永远去热爱 永远是纯学 而不是现在的某些车型 只是强调的一个极致的节约 但是人类对驾驶天生的热爱 我相信经过这么多年 一直是刻在我们的基因里面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